请问说话和放屁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都是往外出气 都能够发出声响 说话是有心的 放屁是无意的 有些人说话让人听起来觉得舒服 也有些人说话的味道和放屁没什么区别 还有你们 请问闺蜜之间保持友谊的秘诀是什么 保持一定距离 互相盲目吹捧 一起说同一个人的坏话 听说你喜欢唱歌 当你赚不到钱的时候你会唱什么歌 男人哭吧不是罪 赚钱了呢 女人话 你说炒熟了的生菜叫什么 煮熟了的生蚝油叫什么 那应该叫熟生菜熟生蚝 照你这么说 那染黑了的白布应该叫黑白布 朋友齐不可齐 请问您理解这句话吗 当然了 就是说朋友的老婆绝不可以欺骗 那您做到了吗 当然了 我那几个朋友在外边搞坏事 我一无一时全都告诉他们老婆 现在都离婚好几对了 哎呦你妈 我前天卖了套衣服 可是昨天晚上正要关门打烊的时候 有人来找我 说是儿子给他买的衣服 穿着不合身 要退化 吓死我了 他很凶吗 不 他面无表情 说话很慢 那有什么可怕的 我是卖兽衣的 请问大师 你觉得做女人难吗 难啊 都难在哪里呢 漂亮的太惹眼 不漂亮的被冷落 学问低了没人想要 学问高了没人敢娶 活泼了说你招风引颠 矜持了说你装腔作势 会打扮的说你是妖精 不会打扮的说你没女人本 自己能挣钱的 男人望而却步 让男人养着的说你帮大款 生孩子怕被老板炒鱿鱼 不生孩子怕被老公炒鱿鱿鱼 腿短了 瘦泪穿着大高跟 腿长了 一群色狼 天天盯着大腿跟 哎呦你们 作为一个男人 你对成长的感悟是什么 听到波涛汹涌四个字 再也联想不到大海了 你靠 转爱情啊就得专一 老话说脚踏两只船早晚得翻船 哼那是踏的手 什么意思啊 脚踏十条船翻都翻不完 哎呦你们 请问大师 爱情成功的诀窍是什么 一是骗 二是耍流氓 怎么这么说呢 白娘子为了得到许心 故意下雨见散 是不是骗 牛郎为了得到织女 趁人洗澡的时候偷人衣服 是不是耍流氓 那猪八戒对嫦娥耍流氓 为啥没成功 反而被贬到人间做了猪 因为他调戏嫦娥的时候 还不是猪 什么意思啊 如果那时候他就是猪 那嫦娥这可好白菜 就得让他给拱了 哎呦你们 老豆 喂